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慢慢的干枯了 这些种子我也开始杀在土地上 它又开始长出新的小苗了 所以我现在准备把这些种子整个摘下来 让它慢慢的干 所以这些种子还可以跟更多好朋友们分享 这就是黄公菜的种子 一粒一粒的像一棵大树上面结了一堆的种子 这么多的种子可以养出更多更多的黄公菜 我们从去年秋冬种植到黄公菜 今年已经要准备 现在是六月初咯 然后就开始可以杀种绿苗了 然后开始长了 所以其实我的黄公菜 就这样杀种绿苗 在五月多的时候已经杀种绿苗 现在就开始可以吃了 我们就有这么这么多的种子 可以跟更多更多的好朋友分享 分享喜悦 分享美丽 分享快乐 这个就是我的黄公菜 这个就是我的黄公菜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你看看这个种子已经干了 这个种子就可以撒剥了 有一些部分还没干了 但是我想我把它采摘下来 这个盆子还可以再种植 好啦 这就是我们黄公菜的种子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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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点满路 的 他会有点满路 喜欢的 爱 我们可以以后 我们提醒我们 是